大家好 其實Leica在1930多年的時候 出過一支Thumbar 92.2光圈的鏡頭 到今時今日 80年之後 出了另一支全新的復刻版 全新的復刻版 到了 現在到了手了 很緊張想看看這支鏡頭和之前那支有什麼不同 現在開始我們開箱了 開箱了 登登登登 OK 一支鏡頭 一個皮套 還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 Center Filter 可能你不知道什麼是Center Filter 我開給你看看是什麼 這個就是中間有一個 點在這裡 擋著一點點光 製造一個特別一點的效果出來 OK 我們看看這支鏡頭 這個是靠阻力的 很緊張 新的就是新的 很緊張 這個和之前那支不同 這支是有coating的 這支鏡頭 它扭動的時候 是沒有Kick 現代鏡也有Kick Kick 這個和之前那支鏡頭一樣 都是沒有Kick 的聲音 其實你會看到有兩行字 一行是紅色 一行是白色 代表什麼呢 當你不用Center Filter 的時候 就是這個 它就看回白色字 當你安裝了Center Filter 下去 它就會看回紅色字 而去到6.3 就是盡頭 如果再是這個時候 你再要收光圈 而不除Center Filter 它會有一個黑影在中間 這個時候你也要除Center Filter 才拍到正常的東西 這個改變了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銀色的CAD 在這裏 多了一個6bit 6bit 入面也有寫回11697 這支鏡頭 你使用的時候 就是把Hope 混在面上 小心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之前的CAD 其實就不能放進去 是虛位 只是你倒轉CAD 的時候有用 這個就是全新的鏡 很漂亮 它還有一個很精美的皮套 很Vintage 的Style 在裏面有背帶 還有很精美的 還有很精美的 就是這裏有個位置 其實是有什麼用呢 這個其實是魚鱗劑的Center Filter 在這裡 有一個百鈕 背著它 又很精美 它有條帶在這裡 定住 讓你不要跌 你的Center Filter 就這樣 放進去 可以脫 可以拆 可以拆 很棒的一個設計 你收起來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 放進去 這樣 可以放進去 另外 其實你看看 和之前那款有什麼不同 兩兄弟在一起 現在是很相似的 兩支 很相似 很相似的 只不過其實 是遮光罩 是有少許不同的 看看兩個遮光罩 有少許不同 還有蓋子 新款是改良了 比較大 我的Center 也比較實 大家都是寫著 Leica